外出時全程要佩戴口罩 那沒有佩戴的話 我們就開罰 那嚴查不得營業的休閒娛樂場所 違反者嚴格法辦 不戴口罩的刁民 聽到了沒 看你們之後還敢不敢無罩出門 為了加強落實三級警戒 疫情指揮中心祭出五大防疫措施 除了會延辦不戴口罩的刁民 這些偷偷營業的店家 只要沒有乖乖配合 包含業者跟現場職業人員 還有去消費聚會的民眾 下場只有一個那就是 那如果他們還繼續在違法在營業 那我們不但要處分業者 根據傳染必法 如果沒有人要去 那就沒有人會開了 所以從這三方裡面 我們都要定同去做處分跟法辦 另外像是餐飲一律都要外帶 賣場跟超市都要加強人流管制 結婚不能宴客 喪禮不行功績 因為宗教集會活動全部暫停 所以相關的寺廟也不會開放 知道這五大防疫侵措施之後 還是要來關心一下 國內的疫情又是怎麼樣了 台灣週三除了新增302例本土 以及兩例境外移入的COVID-19確診個案 校正回戈的病例也有增加331例 但很遺憾的 今天也有新增了11名死亡個案 創下單日死亡人數新高 讓國內在短短5天就有31人死亡 11名死亡個案中年齡都在50多歲到70多歲 其中7人有慢性病史 不只死亡人數標高破紀錄 新增的確診個案中 有一例是來自廉江縣 也就是說呢 全台目前只剩澎湖跟金門市淨土 沒有被COVID-19肆虐 目前國內確診COVID-19的人數 來到6,091例 當中有4,918例是本土病例 1,120例是境外移入 死亡病患增加到46人 確診個案中還有101名病患 在使用呼吸器 兩人使用葉克膜 更有152位有發生呼吸衰竭情況 重症的個案以嚴重肺炎來說 那現在有到378位 比例是6.9 比例沒有特別的繼續上升 不過個案數當然 隨著我們的總個案數增加 它也是在增加當中 隨著國內確診COVID-19人數 每天不斷攀升 疫情重災區的雙北市 醫療量更是首當其衝 相當吃緊 這也讓外界擔心 疫情要是沒有減換下來 醫療量能會不會就此崩潰 在醫療上面我們必須承認 它是非常的緊張 但是絕對沒有崩潰 整個醫療就是同島 全部的台灣是看作一體的 那互相來支援 互相來因應 讓它做最有效的一個運用 所以到中部到南部 這都有可能的 不過疫情指揮中心 除了會把北部部分患者 送往中南部的醫院治療之外 在集中檢疫所隔離的民眾 有就醫需求的話 也會就近轉送 甚至進一步鬆綁 讓台北市的專責醫院 一間病房可以收治兩名輕症患者 降低醫療量能吃緊的問題 在集中